歡迎大家收看《時事旦旦》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探討一下 人人都想坐的關內座 走開吧 不是你坐的 這個叫優先座 我有座 有甚麼座 走開吧 不是你坐的 我現在回來和大家探討一下 對於關內座越來越多 一向賺錢至上的假老闆 亦都很聰明地借這個機會 引發到一個新興的生意 最近我真的很忙 辦公室也不兇 我在這裏發達 這裏是甚麼 巴士 巴士上面是甚麼 關外座 關外座 你猜真的用來坐的嗎 用來炒的 一炒 三四個價位 甚麼是三四個價位 程車多少錢 乘多少倍 就是多少個價位 如果你不想每次和我計 沒問題 我們有月包制 我們有阿伯 大吐婆出租 爆你 爆到位 還有 如果你真的怕被人說 你玩關外座 我們有限時聊天 一定沒有人知道 你受傷就下巴了 我不是真的弄傷 這些是 道具來的 我們很認真的 大哥 好 我們剛剛跟輪椅公司連結了 遲些還會有新的優惠 我們有個優先雙殘 package 盲了又可以 雙了手又可以 斷了手指都可以 我們幫你變真雙殘 幫你每次有關外座坐 不用被人說 根據阿泰區 有一天會成為阿泰區的研究報告指出 七十幾個巴仙的香港人 看到關外座都會很想坐 但當中超過一半的受夥者 想盡辦法坐這個關外座的時候 他會自然產生一種恐懼感 覺得四位的人都看著他 監視他 用手機拍下他 心裏就罵他 這個我們稱之為 關外座恐懼症候群 阿泰是一名港鞋 小時候家裡就教他 有位就要坐 但他有一次坐了關外座 被人放到上網公審之後 他現在看到關外座 就好像見到鬼一樣 簡直是怕到賴屎 這樣的樣子 我每次看到都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看我 看到他們好像很開心 有的那個笑話 大家看看 其實對著我笑 其實我很害怕 很害怕 你害怕我教你的 我們過去坐著 坐著他 坐著他你見不到他 很開心 很興奮 不是 你看不到他 他一直都是這樣 是嗎 是嗎 不是高興我 大春是一個智障 當年人見到關外座 都好像吃了京空散 那樣 他對大家的行為 又有另一個看法 剛剛我又出多一個Pose 我已經透過 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向外界發表了很多很多次 這個世界 現在實在太標籤了這個關外座 我們更加需要逆向思維 將關外座 讓給沒有需要的人 這個才是大礙 讓座是無分貴賤 當這個關外座 讓給沒有需要的人 而普通的座位 讓給有需要的人 那麼有需要的人 就多位坐 而沒有需要的人 又可以爭到關外座 那就邊邊相贏 爭什麼呢 炒位那些 吃得糟了 喂大春 你甚至欠我的關外座 何時跑啊 喂你很慢兮 唉好走得掉 除了逆向思維 我們還要將關外座普及化 將優先量產化 這樣就逆向思維又可以 逆向思維又可以 如果這樣也不行 我買不光 就要買到破產 除了優先座之外 原因令到每一位乘客 都得到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優待 我們遲些還會有 優先處 優先藝 優先藝 優先扶 只有紅的地方 就會有優先 優先打 不論在地鐵 甚至巴士 小巴 遲下連扶手電梯 升降機 每一個你想到的地方 都會有這個關外座 我們將醜陋的目光 可以在世界上 每一個角落都有焦點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遲些 左邊和右邊 都會越來越多 這些優先座 或者 在不久的將來 應該全部都是優先座 大家就不用爭著站 和不用爭著坐 大家笑得多開心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你也差不多了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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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